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简单学到了 Center Studio的一个安装即使用 那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P2P的一个环境搭建 那我们的课程呢是基于Windows下来讲的 所以说首先呢 我们是基于Windows下来搭建我们的环境 那以后呢我们学完Linux之后呢 再带着大家基于Linux操作系统呢 再来搭建我们的P2P环境 那我们知道 P2P是一个服务器端的搅拌语言 那说到服务器呢 我们在介绍P2P的时候 也说到了一个黄金组合 当时呢我们的Web服务器 我们说到是用谁来着 对用Apaq 那Apaq呢就是我们的Web服务器 它也是全球使用率最高的这样一个Web服务器 首先呢想使用它呢 我们需要来先安装这样一个软件 它就是一个小软件 在这呢已经给大家下载好了 这样一个Apaq的一个安装软件 下载的版本呢是2.2.17 那大家呢也可以到它的官网上 进行一个下载也可以 首先想安装我们的Web服务器呢比较简单 像我们平时安装一个小软件一样 双击来安装就可以 接着看到双击之后呢 看到一个欢迎界面 点击Next 接受这个协议 再Next 在这块看到有三个选项 按照一定的格式来填写就可以 第一个是我们的域名 我们可以写上一个 mys.com mys.com 第二个 服务器的名字呢 我们可以写上一个 3w.mys.edu.com 第三个是管理员的这个邮件地址 可以写上一个king atq.com 再往下看 for all users on port 80 80端口上 所有的用户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接着再选 Next就可以 在这会看到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我们的自定义安装 第一个是我们的典型安装 第二项呢 是我们的自定义安装 那你可以选择典型的 也可以选择自定义的 那首先呢 我们把它安装到我们的G盘下 来个P2P DEV DV下呢 我们新建一个Apaq 2.2 我们就把这个Apaq 安装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那选择一下 自定义安装 点Next 选择一下安装位置 G盘下的 DV Apaq 2小号线2 OK Next Install就可以 好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我们的Apaq服务器 已经就安装成功了 其实呢 你的电脑上安装了这个小软件 它你的现在这个电脑呢 就是一个Web服务器了 点Finish就可以 安装成功之后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下方有一个这样的小羽毛的形式 是一个绿色的状态 代表我们的服务已经启动 你可以右键点击它 OpenApaq Monitor 可以在这来停止这个服务 也可以在启动 也可以在启动 包括Restart 重新启动 都可以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验证它已经安装成功呢 首先呢 可以来打开你的浏览器 我们可以通过几种形式来验证 我们可以通过几种形式来验证 2.168.1.102 同样的也可以 同样的看到It Works 但是建议呢 大家使用前两项来访问我们的Apaq服务器 首先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 我们在这来写一下 P2P环境搭建 第一项我们来安装了一个我们的Web服务器 Apaq服务器 安装成功之后呢 如何来访问Apaq服务器 三种形式 第一种可以看到 输入一个127.0.0.1主机地址 或者直接来输入Localhost 第三项呢 也可以来输入我们的本机IP地址 三种形式都可以 那接着你看到It Works 这个It Works哪来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安装目录下 首先看到这一堆目录 包括有一些文件 那有几项大家需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CUNF目录 这是我们配置文件所在的目录 第二项还有一个HT DOCS 这是我们Apaq的默认主目录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CUNF目录 在我们的CUNF目录中 在我们的CUNF目录中有一个HTTP 自己的端口号的话 那在这儿来修改之后 重启服务器就可以了 再往下再来看 还有两项很重要的 第一项呢 往下看 像Sword Admin 这都比较简单 Server Name 按照我们填写时 写的这样一个形式 看到这一项 Document Root 我们的Apaq的默认主目录 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 有一个HT DOCS目录 这就是我们默认的Apaq的主目录 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我们的浏览目录 Directory 这是我们的浏览目录 当你想修改默认主目录的时候 就需要改Document Root和Directory这两项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一项Directory Index 默认首页Index.html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个HT DOCS 这里边就有一个Index.html 所以说当你在浏览器上输入localhost 也好 或者它的主机地址也好 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index.html 如果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稍微改一下 写成一个welcome 把它稍微改一下 看看是不是放在这个一面 to mys edu to start a PRP 好保存之后呢 当我们再刷新浏览器的时候 来看一下 好这是我们这个浏览器缓存啊 把它清除一下 再来访问 你看到 welcome to mys edu to start a PRP 包括localhost下也是了 证明我们修改的就是我们现在访问的这个默认首页 你可以在后面来加上一个index.html 不加的话也是这样一个选项 默认访问的是index.html 那现在你可以通过page这个directoryindex 来修改我的默认首页 也可以 接着在这个page文件中 我们需要的这几项呢 也给大家做个记录 首先啊 apache服务器下 安装目录下有一个c1f目录 c1f目录 是page文件所在目录 那我们的page文件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httpd.c1f 在page文件中我们需要知道这么几项 第一个我们的端口号 默认端口号lason80 你可以来修改它 对吧 第二项我们需要知道的 就是我们的documentroot 默认的主目录 第三项就是我们的浏览目录 directory 浏览目录 当你想修改默认主目录的时候 需要保证这两项一致就可以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默认主页 directoryindex apache apache 默认首页 index.html 你也可以来修改这个选项 来设置你的默认首页就可以 那我们为什么直接来输入之后 就看到了这个页面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下我们的 web服务器的一个工作原理 其实呢知道了web服务器工作原理之后呢 也就知道了我们的peerp的一个工作原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呢给大家画一个图 用这个图呢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我们的web服务器是如何来工作的 首先呢这相当于我们的用户 打开了浏览器 访问一下什么呢 假如说输入 想访问我们这个 mys3w.mysedu.com 下面的index.plp 他想访问这个页面 当用户在地址栏上输入完这个网址之后呢 引返回车 首先经过本地的DNS服务器 首先经过本地DNS服务器 在这儿讲说我们的DNS服务器 DNS服务器呢将访问的网址或者域名 转换成对应的IP地址 返回给我们的浏览器 将IP地址返回去 返回的是我们的对应的IP地址 那接着呢我就可以根据这个IP地址呢 请求相应的web服务器下的某个页面 好那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HTTP 发送一个请求 这个图呢可能画的没有那么好看啊 来看一下 通过我们的HTTP request 发送了这样一个请求 请求 请求我们相应的 web服务器中的某个页面 请求的是我们的index-pwp 那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端 server 这是我们的浏览器 browser 好那我们的web服务器呢 接到这个请求之后呢 首先它干了这么几件事 我们可以在这给大家来写一下 web服务器接到请求之后 首先在它的默认主目录中 搜索 搜索 是否有这个文件 有你请求的这个index.pwp这个文件 那查找的结果呢 就分为两项 那第一项就是找到了 或者说没找到 先看没找到的 如果没找到这个页面呢 同样的它会给你一个 没找到的一个响应 这叫有响应 如果没找到 会给你一个 会给没找到的一个响应 它会通过浏览器 发送一个http的request 响应给我们的 它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httprequest response 响应给我们浏览器一个 没找到的响应 这样的形式 http的response 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你看到 这是我们的mess网的首页 接着你写成一个index.pwp 这是找到了 你看到还是这个首页 那接着再往下 你写成一个test.pwp 那我想应该是没有这个 或者你再写test123123 应该是没有这个页面 当你在回车之后 你看到 这叫做有响应 响应的内容是什么呢 page not found the request page 这个页面不存在 它其实响应的是什么呀 响应给浏览器的 是这些html标记 而我们的浏览器呢 是具有解析这些标记的能力 最终把这些标记 解析成用户期待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在这需要知道 响应的是html标记 浏览器的是html标记 而我们的html标记呢 就具有解析 而我们的浏览器呢 浏览器具有解析这些标记的能力 最终解析成用户期待的效果 这是没找到的情况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找到了 第二 如果找到了 首先呢 Apaq会看一下 你请求的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先查看一下 请求文件的扩展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web服务器能力有限 它只能处理像静态页面 像图片 css js 这样类型的文件 Apaq 只能处理像html html shtml 包括css js 这样静态的文件 但是如果你要请求一个 就拿我们的pvp为例 如果请求的是.pvp的文件 它自己就处理不了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请求的是这些文件呢 它就直接将处理之后的结果 响应给我们的浏览器 好先把它删掉 它就直接通过http的response 将处理之后的结果 响应给浏览器 http response 响应给浏览器 同样的响应的也是这些html的标记 那浏览器呢 再把它解析成期望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请求的是一个pvp文件 它自己处理不了了 如果 请求的是pvp文件 这时候就将控制权 控制权 移交给 pvp引擎来处理 因为它自己处理不了 那假如说我们的pvp引擎在这 这就是我们的pvp引擎 那pvp引擎呢就具有处理pvp代码解析pvp代码的能力 它会将解析的结果 以html的形式返回给我们的apache服务器 那接着apache服务器呢 接到这个返回的内容之后呢 再响应给我们的浏览器 将处理结果 返回给apache 接着呢apache再通过我们的http response 将结果响应给我们的浏览器 即可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的这个pvp的工作原理 同样的也是我们这个web服务器的一个工作原理 把它搞清楚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学的pvp 它是如何来工作的 那现在你看到用到了pvp引擎 首先呢我们想写pvp呢 同样的也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安装 而且安装之后呢 你需要让我们的pvp和apache 发生一些关系 为什么要发生关系呢 看到这个图中我们也发现了 当apache处理不了的时候 就需要来找pvp帮忙了 所以说一定要把它们两个 绑定到一起才行 接着来看 安装pvp呢比较简单 首先在这呢已经下载好了 这样一个安装包 我们使用的是pvp5.4.0的一个版本 那现在呢最新的版本可能已经到5.5了 对吧可能5.5 那现在我们使用的 为什么没有使用最新的呢 并不是说软件越新越好 因为最新的版本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还没有修复 一般的企业中都会使用发布一年以前的这样一个版本 那这样的版本呢可能性能更稳定一些 包括需要修复的一些内容呢也进行了修复 好那安装它呢首先把它解压就可以 解压完之后看到这是我们解压之后的结果 在这呢第一项首先呢找到我们的这个pvp.ni-development 找到这个文件将其重命名为pvp.ni 它就是我们当做我们的pvp的配置文件 那接着可以看到这就是pvp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现在呢这个pvp就已经安装好了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安装好的这个文件夹呢也拷贝过来 拷贝到我们的这个g盘下pvp第一位中 接着将它重命名成pvp5.4就可以 好那这样呢pvp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所以说在这来写 第一项安装pvp呢比较简单解压安装包 解压安装包 将安装包内的也有一个pvp.ni-development 这个文件重命名为pvp.ni 当做pvp的配置文件 即可 那现在呢pvp就已经安装好了 那安装好了还不要着急 还没有成功还差一步 需要让我们的阿帕奇服务器和pvp发生关系 需要把它们两个绑定到一起 那这时候阿帕奇处理不了的文件呢 可能就来找我们的pvp引擎来帮忙了 那首先呢需要来打开我们的阿帕奇的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中我们需要来找到这个几项 可以任意找一个地方 那我习惯在这来写 写上这么几句就可以把它们绑定到一起 首先第一句话loadmodel 加在哪个模块呢pvp5model 需要把pvp5阿帕奇2下方线2 这个动态连接库这个文件 找到加载过来 那首先呢看一下它安装到哪了 第一位5.4 把它复制一下 在这个目录下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文件 pvp5阿帕奇2下方线2这个动态连接库的文件 找到它加载pvp模块 这是第一句话的作用 那警号呢在这里面是注释的一个作用 在这写上加载pvp5模块 那第二句话来告诉一下我们pvp配置文件所在目录 pvp-inni-dir 配置文件所在目录呢你可以看到也是在这 这是加载pvp配置文件 所在目录 那第三句话需要告诉我们的阿帕奇服务器 什么时候什么类型的文件你会交给我们的pvp引擎来处理 通过add typeapplication-x-http-d-prp 把第二prp结尾的文件交给我们的prp引擎来处理 好你看到他们之间有一个空格 那写成这三句话呢就把我们的prp和阿帕奇绑定了一起 对配置文件做了更改之后首先我们需要来重启服务器 restart 重启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写一个测试的 就拿我们这个index.prp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prp-info 写完之后呢来运行一下看一看是否 那现在看到这个文件呢还不在我们的默认矩目录中 那首先我们需要来先修改一下我们的阿帕奇的默认矩目录 这个大家也要会 那还记得要改哪两项吗 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document root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directory 把它改到我们的这个g盘 mess 这是我们的默认矩目录 修改它一下就可以 好修改之后呢我们要重启服务器 restart 接着来看一下刚才你看到的127.0.0.1 现在已经变了默认矩目录已经变了 变成我们的mess下 接着在下面有一个文件夹messedu 看到了一个index.prp 你可以来访问一下 接着看到已经将处理结果显示给我们了 这是我们的prp的一些配置信息 prpwarsen5.4.0 接着下面看到这一堆包括模块 等以后我们用到哪一项的时候 我们具体再来说 那这样就证明了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把它们两个已经成功的绑定到一起了 当你请求的这样一个页面的时候 你看到是prp文件 它就会将控制权移交给我们的prp引擎 找它来帮忙 它就会将处理结果 以html的形式响应给我们的这个apache服务器 那apache呢 再通过http的response响应给我们的浏览器 最终形成这样一个效果 证明绑定成功 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环境搭建 最后呢我们再将刚才所写的内容 如何来修改我们的默认主目录 写到这儿 修改apache的默认主目录 改两项 第一项DocumentRoot 第二项要改我们的Directory浏览目录 重启服务器就生效了 那现在你看到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环境搭建 同学们可能会想 还少了一个m 对mycircle 我们的数据库 那暂时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数据库 等学到的时候呢 再带着大家一起来安装我们的数据库就可以 那这节课呢主要是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环境搭建 下来之后呢大家按照我的操作步骤 把这个环境搭建成功就可以 那这是我们独立来安装的 那有的同学为了省事呢你可以安装一些集成环境 像我们的这个web server 在这再给大家写到这儿啊 像集成环境 大家可以安装像web server 或者是peerpnow 包括这个xampp 这样的软件都可以 或者是app server 这样集成的一个安装包 那安装集成的呢就比较简单了 就像我们安装软件一样 比我们单独来搭建呢要稍微的简单一点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啊按照我们上课学习的内容 自己来尝试一下把这个环境搭建成功就可以 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